另一個驚險畫面來看到 台南安平區道路上出現天坑 一部混凝土車左後輪突然往下陷 整台車卡在洞裡 駕駛嚇了一大跳 相關單位緊急派吊車救援 而這個坑洞大約長6公尺 寬2公尺 深2.4公尺 不過令人不解的是 道路在4天前才剛補強過 怎麼會塌陷呢 對此水利局表示 是因為湘涵太過老舊釀貨 將全面檢視修閃 混凝土車往前開 左後輪突然一軟 就見馬路塌了 車輪下陷 車身不穩跟著側倒 撞擊地面後晃了好大一下 搭載的混凝土撒出來 流的滿地都是 追災車頭翹起 45度倾斜 靠近一看 車身卡在洞口 底下像被逃空 它就塞口 現在是天旋地種 它就寒冷的 就不用寒冷 突然之間 駕駛說要到前面待命 車子半路災進坑洞 民眾也不敢相信 路上有天坑 因為之前還有一部 吊車在那邊 我以為他們吊東西吊下來 我一探頭一看 哇哩咧 天坑 緊急派吊車來救援 車輛拖起後 看得更明顯 馬路破處一個長六公尺 寬兩公尺 升2.4公尺的大洞 有夠嚇人 離譜的是 這個月16號 路面才補償過 這個湘涵的部分 可能也有二三十年了 那這個因為老舊 地下湘涵老舊尿貨 水利局緊急善購 也全面檢視老舊湘涵 進行修善 避免再有車輛經過 爆發線坑危機 一點也不精細 記者黃富奇 台南報導 到